凹陷处 中间点的凹陷处 就是我们的安神穴 找到穴位精准下针 你没有看错 这只黑色密克斯正在被针灸 跟人类一样 宠物其实也可以看中医 这后知无力的问题 我们就可以用后知的这个肿穴 就是八三 这只狗狗已经高龄16岁 患有认知障碍问题 头部颤抖 借由中医的针灸疗法 温和调理改善 舒缓疼痛 西医在于急诊 以及说外科的部分 他们绝对是比中医还要来得强 那中医有时候对慢性病 尤其是疼痛的控制 或者是内科疾病都可以 有时候也是比西医的效果来得好 我怕他下针 他可能会反应比较大 会拍斥 怕痛的狗也变怀了 可以和这只焦糖一样 选择雷射针灸 同样有疗效 他就是有尿了一滩血尿 之前就是有那四肢瘫痪的问题 对 脊椎病变这样子 就是我想要让他调身体 然后吃中药 他肝脏功能也不好 我不太想要让他吃太多的西药 传统中医能治疗人类疾病 同样也能治疗宠物们 针灸 然后当然也有中草药 然后再来就是还有我们的手法治疗 主要大概是这三种 中寿医跟人的中医是一样 基础是一样 跟人一样都有这十二经络 然后一样也有认毒脉 然后也有七经八脉 但是他可能会根据 就是动物本身的生理结构 他的穴位的位置 跟人可能有点不一样 不只参考中医理论 中寿医还可以从悟性 来帮助狗狗做治疗 人类有分成血型跟星座 而狗狗根据不同的个性 也有分成五星木火土金水 那么像我针旁的这只狗狗 因为它比较好动 是属于木形犬 因此肝功能方面的问题 要特别注意 你家毛小孩属于哪一型 布方也可以了解一下 平常照料时 更能知道要小心什么地方 由于医疗进步 狗狗年龄见增 老年犬并不一定适合开刀 看中医的比例 因而大幅增加 但无论是中医或西医 受益师表示 能帮助到毛小孩的 就是最好的治疗方式 您是新闻 我以陈辉宏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